中秋佳节即将到来 后宅社区和夏普夏老人会 4号早上举办传统糕点制作和联谊活动 村内的长辈借由活动制作传统糕点增进彼此的情谊 也增添中秋节庆的氛围 从备料到手作传统糕点 婆婆妈妈展现非常熟悉醉割技艺 后辈跟着长辈们学习包馅料的手艺 慢慢的捏出雏形 再放到模具内压捏成昂骨骼 最开心的还是社区居民 能够透过中秋节日共荣聚集在一起 迎接中秋节的到来 这条是加什么一面 这个暗汁 红暗汁 红暗汁 我们中秋节要到来 台湾来办台话 台湾来说 我们要在这历史的传统 文化的传统 最悟空 还要把下一代的传统 还有像说老男后 新郎男后 像他刚刚刚在办台 不过以前没有 现在有办台感觉有意义 大家量量感觉 大家做做按部歌 大家在一起 大家聊聊 做做可以看怎么做怎么做 可以叫下一代人解析一下 才能把文化破掉